目標出現遠景下車 拿出警棍 不斷地朝黑色轎車 擋砸車窗 接著把人拉出來 壓制在地 不要動 不要動 警方接獲情資 鎖定了販毒集團 發現這群人相當的謹慎 跨線式移動來增加茶器的難度 還在宜蘭偏僻地區 移動偷天錯二樓制毒 一樓擺放神明廳掩護 更選擇在養豬場附近 掩蓋製毒的臭味 而另一處製毒工廠 則長生在新北細紫砂石場 這是在宜蘭地區的製毒工廠 現場大家可以看到 製毒器具 這裡有成品跟半成品 因為在製作三級毒品喵喵的過程 氣味會非常臭 所以製毒集團他們也 自己都有準備防毒面具 來做製作 現場都還有一些磅襯 或者是一些檢測劑的試劑 現場查獲了第三級毒品 是甲基甲基卡系統50公斤 半成品636公斤 以及原料974公斤 現場並逮捕了周信製毒師傅等事人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來移送基隆地檢署來偵辦 那警方追查發現 這個製毒集團他們 情勢非常的小心 他的製毒的原料 放的倉庫 以及他製毒工廠都 藏身在相當隱密的地方 而且在移動過程中 也在各個縣市流竄 來製造斷點 阻止警方的查契 警方投入大量的人力來根肩蒐 在過程中發現 在新北汐止地區的這個毒品工廠 他還利用養豬這個氣味來掩蓋 製毒過程中所產生這個刺鼻的氣味 另外在宜蘭礁溪的製毒工廠 他隱身在民宅當中 在樓上製毒 在樓下還有神明跟祖先的排位來做供奉 也來做掩飾 那經警方見日機成熟 在同步在新北跟宜蘭 查獲這兩座製毒的工廠 那現場的毒品的成品 辦成品跟原料 以及製毒的器具一應俱全 那逮捕的這個犯嫌也都獲得羈押 那專案小組一定會在 追查溯源幕後的主嫌 以及是否有幫派的介入 警方當場逮到市民嫌犯 查獲俗稱喵喵三級毒品 430公斤 半成品636公斤 製毒原料974公斤 若這批毒品流到市面 預估不乏所得高達10億元新台幣 記者黃雙民金融報導